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个地方呢是跟以往很不同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房子 包括庄园 包括普通的新小区 但今天我们看的不一样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块地 这块地是一个占地2.2个ecor的一块很大很大的农场地 而且的税率很低 1.76的税率 然后还没有物业费 你看它这个小这个这一块地方有很多地都被人买过来 这样盖出了自己的新房子 那这就是一种定制房 就是说你先买了这块地 完了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地自己盖上房子 变成一个定制房 这个地方位于休斯顿的唐城 斯格兰这个地方 离中国城只有20来分钟的距离 本身就有中国超市学区又非常的好 然后斯格兰这个区的这个新房子就卖的非常的贵 相比之下就 我带大家看的这个房 这个地有2.2个ecor只卖到87万多 真的是很划算 而且这个地我看了一下是方方正正的 并且这个地是朝南的 所以如果您盖房子的话 您的房子的朝向也可以朝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朝南的朝向 好啦我们现在过来了这块 看到这块地了吗 已经被围栏这样围起来了 一共2.2个ecor 看它周边是这样子的 好棒的一块地 那我现在就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们一改往日看房子的这种房屏 今天来看一下地 然后我为什么今天要来介绍这一块地呢 是因为这块地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方便 在去年的时候我帮客户买了这种地 然后他在上面去建这个他喜欢的房子 他这个房子就可以专门找设计师 建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那种 就是定制的房子 而今天我介绍的这块地呢 它是一个位置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而且这块地是没有物业费的 这个地的占地是2.2个ecor 没有物业费税率很低 是1.76的税率 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建一个大豪宅 来建一个比如说200万的美金的大豪宅 那你的税率也都是差不多在平估价 成1.861.76的这个范围内去付这个钱 并且这个位置呢离中国城很近很近的 这个位置离中国城只有20多分钟的距离 这个位置位于Sherland这个区 这个区的学区也很好 这个区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端的区 那走出这一片大占地的农场的外面 就是Sherland最有名的Riverstone的这个小区 所以说整个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 我挑的这个第二十二点二个acre八十几万的报价 是周边所有农场都是最便宜的一个 大概给您一个对比 就是如果您在这个周边这个农场当中买一个三个acre 有房子冰淇淋房子相对比较新 是2000年以后建的比较大的豪宅的话 那它的报价现在就在600万左右 最少也不会超过低于400万美金的这个价格 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很想一下 美国要有一个您自己的Dream House 然后它的养房成本又很低 它的位置又很好 它的占地又很大 是一个小庄园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最佳最佳的首选了 现在我们来看的这块地 就是我后面这块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我也会放下这块地 这块地方方正正的 它的利用面积就会非常大 而且这块地的中间是没有大树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平地 也不需要再去找水找电 因为这个地本来就是个熟地 这个地周边全都是邻居的这样的小农场 所以说您通水通电也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也有一点点小的缺点 就是这个地树木比较少 你看我们看的这块地 所有的大树都分布在了边缘的位置 树木比较少 那这个自然资源可能就稍微欠缺一点 而且它没有湖 不过这么大的一个地 你完全可以都自己挖一个鱼塘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弄一个小马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讲 如果一块地它的树特别多的话 那您就要花很大的价钱去平地 然后去在这个地上花不少钱去平地 然后去做地基什么的 这也是另外一方面原因 您看我背后 我背后的这边这个农场 后面这个有点白房子 这是殖民地时期的风格的这个农场房子 这块地的这个大小跟我们现在要卖的这块地是基本上一样大的 但是这块地的树就很多 看到吗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资源 但是如果您这块 当然这块地现在不卖 如果这块地卖的话 那您要规划这块地的话 可能需要花不少钱去砍树 挖树根 然后把这个地再平到您想要的样子 那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这块地中间是平整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看这块地了 因为是地 所以没有特别多的要讲的地方 如果您对投资土地感兴趣 对自己在投资土地上面建一个完全定制的房子 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我微信或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现在我带您看看这周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